我們不是反改革 我們也不怕改革 我們是要真改革 我們拒絕所有的英明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 今天在場有非常多的教授 雖然法案 中小學1.6教授2 但是這些教授 今天跟我們專家一起就是證明 那個是教授院長 教授部長定的 跟他們都無關 那個只是一個分化的伎倆 所以我們今天不論行動劇 對家長對教授對校長 都只是呈現一種反差 我們知道校長家長教授 都是我們的夥伴 對 對 第三件事情 我要特別講 今天等一下會有很多聲援團體來 我會一一介紹 我們最清楚不能夠隨便比較 不能隨便拿老公跟老師 在角度的狀況不同之下 隨便的比較 這個 我們今天拒絕 所有階級的分化 這是三個 我一定要跟各位老師拜託 不要去說我們的勞保 說我們的勞工怎麼樣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難處 等一下會說 好 各位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站在這裡 第一個原因 兩年前 我們就要求要改革 去年10月9號以前 沒有勞保以前 全教授 就要求要改革 所以我們今天站在這裡的第一個理由 是 我們是真改革 不像有些人急救張 對 這第一個 第二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拒絕我們的年輕人 被政府 當作白痴 把自己的商業年輕 都算進去他的所得體概率 讓他繳一個月一萬多 對我們的年輕人 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讓我們的年輕人完全沒有未來 這是我們第二個 要堅決反對 要站上街的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私校老師 已經被騙很久了 所有的制度 都比勞工還要慢 連身那個人 公保 也沒有辦法 依照立法院的決議 來通過 我為 我們的政治 感到可恥 雖然他們同樣是 適用教師法 沒有一天當過真正的老師 永遠一直被當二等的老師 私校老師們 我們的國家 對不起你們 我的 我覺得我們的私校老師 真的是 國家虧欠你們太多了 第四個 我們今天為什麼站在這裡 感恩怎麼笑欸 我們繳一百塊 到最後要算分母的時候 我們的分母突然間變八十塊 在我們的分母上面 先打八折 然後接著 再說你的屋頂是八折 最後呢 是六四折 在玩分母的遊戲 就是肥高官 受小力 所以我們要站在這裡 各位老師 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 因為 我們跟人家講一樣的錢 有人突然間 在退休的時候 可以不用變 我們要變成1.6 愛他 不合理 愛他 不合理 他說要救基金喔 各位老師你知道我為什麼站在這裡嗎 他要救基金 結果這個基金也是三年六年就會破產 三十年破產也是一個騙局 也沒有精算 省下來的錢 也不是到這個基金裡面去 是國庫減少支出 我們看老保都還沒有改 我們的六大工商團體 就迫不及待的到行政院去 要求 要降低企業的責任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今天在這裡 就是要告訴政府 你不能當惡僱主 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台灣的政府 你不要帶頭 當一個惡劣的僱主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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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最後還會跟各位 報告我們接著要怎麼做 我們內心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們在這裡 要真改革 我們不要污名 我們要讓年輕人 有未來 我們要讓現在要退的人 現在保護的原則 還是要有相當程度的維持 就算要改 也要來跟所有的人 坐下來協商 這個是我們最起碼的 最後 我要跟各位報告 公這個字 頂天地地 腰杆打直 就是成為一個工人的工 我們以受僱者 勞動者為榮 我們頂天地地 不要被人家分化 我們要求企業 要求稅制 一定要改變 要不然我們的台灣 就沒有未來 我看看我們現在後面 南投 屏東 他們現在完全沒有位子 可以坐下去 各位老師 我 老師各位很業 好不好 各位老師真的很團結 老師們 耶 老師們 耶 好 我把以下的時間 交給我們今天 所有的訴求的條段 讓各位老師的聲音 讓我們世界 讓我們台灣各地 能夠聽得到 來請 好 來 我喊打爛爛 大家喊 舊改革 打爛 舊改革 打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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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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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次的機會 我們沒有邀請任何的立委到現場 但是我們今天很高興 有一位立委 他自己 默默地來到現場 是不是我們請 許智傑委員 跟大家揮揮手之意一下 許委員好 好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 進行我們的行動 教育部目前 打算修改教師法 取消匯監行政 或者是董事 的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的規定 完全不管 當初 在立法的時候 就是避免 擁有行政權利的人 對於教育會加以控制 以及運用 那這是在立法院當初的公報 寫的清清楚楚的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 教育部 企圖想要 修改教師法 取消專業的一個規定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 要出來的就是 避免教育部去做不該的改革 一旦教育會的修法通過以後 專門教師代表 可能只剩下一個人喔 一個人而已喔 以後 的教育會 是校長可以操控的 誰敢得罪校長 誰敢不聽校長的話 就很可能被教育會給解決掉了 這樣的教育會 你要嗎 不要 不要 這樣的教育會 你要嗎 不要 我們要不要阻擋這樣的修改 要 要不要阻擋 要 接下來我們就歡迎 基隆市教師集約會 以及基隆市信義國小 為我們帶來 教廷會之明天候候 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讓我們先介紹一下 今天參與演出的老師們 擔任校長的是 陳信雲老師 擔任社會公正人士的是 李啟佳老師 擔任社會公正人士 劉聖聖的是 張彥群老師 你好 擔任家長 林小姐的是 林基茨老師 你好 擔任吳老師 唯一有吳老師的是 楊慧如老師 至於擔任堂擺 就是我 朱毅群老師 接下來請各位夥伴 仔細的欣賞我們 基隆市教師公會 激進大海的行動劇 教評會之明天過後 在校長協會 家長團體搖起那海下 教師法 終於三讀修正通過 學校教評會的委員組成 確定修正為 專任教師務得高於二分之一 家長代表由一名增加為三名 並且增加社會公正人士 各位委員 今天呢 是本委員會 劉慧三次以後 最接近成會的一次了 現在我們只差一位 社會公正人士 劉先生 啊 我來打電話給劉先生 哎 今天務必要開城啊 不然啊 我們下學年度的教師徵學 就要開天窗了 喂 喂 喂 劉先生嗎 校長嗎 是 你是我們本校教評會 特聘的社會公正人士 我們現在就只差您一位 請問你什麼時候可以來開會啊 呃 校長不好意思啦 昨天有應酬 都太晚了 呃 快到了快到了 請大家再等我一下 好好好 請你盡快過來 我們都在等你啊 大家等一下 快到了 一小時後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劉先生 終於到了 教評會 終於成會了 首先 恭喜各位 擔任本校教評委員 謝謝 想必 各位都清楚 教評會的任務 還有你們的職責了吧 校長啊 我就是家長會長啦 今天我代表所有的家長 來參加教評會 我當然知道我們的職責嘛 我們的職責 就是幫家長 幫學生把關嘛 選出適合我們家長 需求的老師嘛 現在大家都有所謂 消費者的意識 我們家長 我們學生就是消費者嘛 所以咧 校長 是不是 我們當教評委員的 可以指定 我孩子的班 需要 什麼樣的老師 回回我們家長的需求 校長 你說怎麼對 對對對 我覺得會長說的實在太好了 很多家長 知道我當選 我們教評會委員之後 都要求我幫忙指定老師耶 而且啊 我覺得齁 以後只要 針對那些 不配合校務的老師啊 應該把他齁 全部都提告到我們委員會來 就當成不適任教師來處理 這樣啊 我們才能把 教評會這個任務啊 能夠更積極 更有效運作 既然 既然今天 要選 新的老師 我在這裡提供 一份 優秀老師的名單 這是請大家參考一下 保證優秀 大家參考一下 麻煩校長 我想 我想 各位 似乎誤解了教評會的任務了 依教師法規定 教評會的 主要任務是什麼呢 審議教師的聘任 解聘 停聘 和不續聘等事宜 校評委員 並沒有指定老師的權利喔 此外啊 老師任教師當然必須要積極處理 可是應該一定要 依法定的程序 以免衍生更多的問題 都這樣 又來了 怎麼這麼麻煩啊 吳老師 你這種說法有私事相互的嫌疑喔 不符合我們社會的期待啦 好好好 各位說的都很有道理 那麼本人尊重各位委員 對教評任務的看法 大家就彼此互相尊重吧 來 言歸正傳 今天呢 是我們本學年度第一次委員會議 我們今天必須完成兩個任務 好 第一個任務 好 有關教師徵選的事宜 第二個任務 有關教師續聘的部分 好 現在請大家針對於老師徵選的部分呢 先聽我解釋一下 我們呢 下學年度呢 預計有五個專任的教師圈 那麼分別是 國文 英文 數學 音樂 體育這五種 那麼請各位委員發表意見 謝謝 校長 各位先聽喔 我覺得 有一點數學嘛 英文嘛 還有齁 我要提一下齁 其實啊 那些課啊齁 就讓學校的主任去頂一下嘛 掛個名嘛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啊 我啊完全支持林委員的看法 等人再提一個建議 總結我的企業經驗啊 學歷 證照 或許好看 但是未必重用 員工能聽老闆的話 最重要啦 就算考建老師 再怎麼優秀 萬一不能配合學校 整天堅持 教師專業自主 那有什麼用呢 我這裡提供的名單啊 雖然沒有證照 但是有熱誠 重點是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保證會聽校長的話 校長 跟委員 學校真選 新進教師 當然應該以具有 合格教師證的老師為優先考量 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 捨正式老師而禁用 代理老師 這樣子顯然是有為常理啊 此外 學校排課也應該按照課表啊 不容有兩種課表 學校升學 予固然重要 但是呢 培養同學的健全身心發展更重要 應該以學生為主才對啊 哎呀 這個吳老師齁 你每次都講那個什麼法規啦 什麼教育理想 說 是說得很好聽啦 漂亮話誰都會講啊 可是我們家長 送學生來學校幹嘛 就是為了要升學嘛 升學是第一嘛 最重要的嘛 所以那些老師不管是黑貓 不管是白貓 會抓老鼠的才是好媽媽 所以啊 如果能夠讓這個老師 帶動我們的升學 多考幾個建宗的 多考幾個肥女的 我們家長安心 校長也體面啊 學校不是很光榮嗎 吳老師 你說對不對 對對對 太好了 既然大家有這麼高度的共識 那麼我們是否就按照家長代表 還有劉先生的建議的方向來規劃啊 校長 我有不同的意見 吳老師 這個教評會是一個合議制的委員會 你懂嗎 唉 你們教師公會啊 每次啊 都是嚷嚷著 民主自由啊 校園自由啊 校園民主啊 那麼 我們大家的 從頭的意見 就只有你一個人反對 好 我是教評會的委員 那麼我決定 尊重多數委員的意見 唉 這麼第一案呢 我們就討論到這裡哈 好 我決定了 今年的7月10號 就進行本校的教師徵選 而且根據大家的意見 我們就只開英文還有數學兩種圈 合法啊 接著 接著 我們來討論第二案 就是本校限職教師的續聘 還有長聘的審議 來請各位踴躍到 發表意見 唉 校長 這種長聘制度啊 長期把學校搞得死氣沉沉的 早該取消了 應該向我們企業界看齊 根據我的管理經驗啊 讓員工處在一種高度競爭的一個狀態之下 不但可以提升生產力 而且還可以凝聚向心力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 從下學年度開始 本校教師改成一年一聘 這樣一定會提升本校的競爭力 讓校務真正日上 還有這個 劉先生啊 果然是社會工作人士 我實在覺得 講得太好了 我就支持 一年一聘 而且最重要的齁 那些不是任的老師 一定要用教師評鑑的方式 把他趕出去 你們老師不是常常說什麼 你們是專業嗎 是專業 就不要怕評鑑嘛 真金不怕火鍊 所以喔 那種不聽話的 不接受校長領導 不符合家長需求的 都是不適任教師嘛 評鑑都應該給他零分嘛 對不對 像這個人把他趕出去 校長你說對不對 唉 王會長還有劉先生 這麼的愛慕我們學校 實在令人感佩啊 校長 幾位委員剛剛的建議 恐怕有釋法的疑慮喔 應該要多教的斟酌喔 常聘制度是為了穩定教師的勞動條件 避免教師處於不確定狀態 這是教師法 為了讓優秀老師 可以安心教學的設計 我們沒有學憲去縮短聘請 至於教師評鑑的爭議 由於目前並沒有強制性 不可以列為教師評論的條件 更何況 國內各種教育評鑑 朝九爺都是怎樣 怎樣 必敗於利啊 沒有什麼好處的 吳老師 我覺得你的說法真的是似是非耶 請訴本人無法抖頭 各位看看 我們家長念資在資的 就是希望能夠提升教師的專業嘛 但是你們教師公會 一味的反對到底 證明你們老師就只是在乎自己的權益而已啊 校長校長 我強烈建議 只要是反對教師評鑑的老師 也要提報為不私人教師 請問一下 如果你老師都做得很好很優秀 為什麼要怕評鑑啊 而且現在世界上哪一個工作不用評鑑啊 為什麼只有老師可以不用接受評鑑啊 說得太好了 看來我們這個案子也大家也有高度的共識了 那麼本校我會具體的做文回應來符合家長們的要求 OK 來主席才是 那麼從下個學年度開始 本校教師全面改為一年一聘 以提升教學專業 好有關教師評鑑的部分呢 那麼我也會要求我們的行政團隊 儘速演理出本校的教師評鑑條文 那麼咧 並從下個學期 下個學年 開始實施 未來只要敢反對 還有沒有通過評鑑的老師 都會列入觀察名單 本人相信 明年的此時 只要是不適任老師 大概就接不到聘書了 好 感謝各位委員 在這邊來貢獻你們的智慧 謝謝 我們的話也就猜到這裡 散位 現在立法院正在審議教師法修法條文 草案準備調降專任教師在教評會中的比例 並且空白授權教育部 訂定中小學教師評鑑辦法 此一踐踏教師專業自主 無視高教評鑑災難的修法條文一旦通過 勢必嚴重傷害教育專業 干擾正常校務運作 立法院必須審慎演義 讓台灣教育回歸正軌 好 謝謝基隆士信義國小為我們帶來的教評會 是明天過後 太棒了吧 教評會一旦修法通過 說有多慘就有多慘啊 剛剛我們工會的朋友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到現場的夥伴至少有五萬人 我們五萬的夥伴請體力 五萬的夥伴請體力 來請你們請起來 來請大家現在站起來動一下 天氣太陽非常的大 所以請大家現在站起來一下我們活動一下 好來接下來我喊一句 你們跟我喊一句齁 專業教評 專業教評 請大家跟著 學生受益 學生受益 請大家跟著搖你的旗具跟或者是手牌 專業教評 專業教評 學生受益 學生受益 好接下來我喊專業教評 你們就喊學生受益齁 專業教評 學生受益 專業教評 學生受益 好謝謝 來今天到現場的你好不只我們的教師伙伴 還有我們許多工會團體的朋友 好各位老師 我們的人很多 但是現在站在台上的人 代表台灣的九百萬到一千萬的勞工 幾乎所有最具有代表性的工會理事長 都到我們台上來了 我現在每唸一個 你們就喊跟著喊讚 第一個 台灣國際投共全會 讚 全國金融投票員聯合會 讚 讚 還有各位手機的大廠牌 中華電信工會 讚 勞全會 讚 還有品質越來越好 車廂越來越美麗的 台鐵工會 讚 還有我們全國的鐵路全國聯合會 讚 還有全國自主勞工聯龍 讚 還有我們台灣最有名的 最有自主性的全國產業總工會 讚 還有人民火大行動聯盟 讚 還有我們的夥伴 台灣高等交易產業工會 讚 我知道今天還有兩個單位 是我們桃園縣跟高雄縣 原來的高中縣現在高中市交易產業工會 他們也來聲援我們也歡迎他 接著我要請工會的代表 每個人用很簡短的聲音 來跟我們的所有勞動者的老師們 一起打個招呼 首先我先請我們台北工會的理事長 謝謝松明 謝謝理事長請 全國的老師 大家好 今天讓我們那麼辛苦在這邊曬太陽 為的是什麼 公平 對不對 現在的政府 因為成問題 就不再去重視 普世的價值 公平與正義 我想 我們都是受固者 勞工是受固者 老師也是受固者 我們希望 政府 能有一套 更公平 更能讓我們接受的 年輕制度 年輕法案 當然 行政院一億孤行 我們希望 立法院的 所有的立法委員們 能了解到 聽到我們今天的聲音 不要當 行政院的立法局 我希望 我們今天 的集結 能讓立法院的 所有的委員們 重新的思考 重新的思考 年輕的公平 跟正義 鐵路各位 不會窃喜的 鐵路各位 在這場 年輕的運動裡面 我們不會窃喜 最後還是做 我們 今天的舉會 成功勉滿 謝謝 謝謝 鐵路各位 好 謝謝 我們都是這麼簡短 還有三位 接著我們 全部報告完了以後 今天我會請各位 再坐下一次 我們其實 我們整個的行程 已經走了一半 各位老師 您的辛苦 一定 能夠讓社會各界知道 我們要的是真改革 我們不是怕改革 接著我們請 我們 台灣縣產業公會的理事長 毛成文 毛理事長 毛理事長 各位老師 大家辛苦了 我們看到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一個狀況 今天 老師的政研被踩在腳底下 當老師被夭文化的時候 台灣就沒有救了 今天的狀況 不是我們造成的 是這些政治人物 造成經濟混亂 經濟的往下降 老師的政研 假如在這一波改革中 是被踩在腳底下 這個社會是完全沒有救了 所以 老師站起來是對的 但是 跟各位講 勞工朋友 從來不會 要求把老師的福利 往下降 因為 本來就是 不一樣的制度 我們希望 老師 是有正研的在街上 我們希望 老師是過了 有正研的日子 假如今天 老師的正研 老師的正研被踩在腳底下 老師被夭文化的話 我們希望 這個社會是真正的沒有救 我們希望 老師們站出來 勞工願意跟各位 站在一起 我們要求一個 公平合理的東西 好不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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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 我深受感動 我們所有的勞動者 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避免被階級跟妖魔化 這個是我們的心願 接著我請火蒙的賴江銀 來給大家打打氣 各位教師勞動者 大家午安 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 是用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 跟大家相挺在街頭 我要講 今天 馬政府的改革 在民國100年5月1號 通過的工會法 對老師的尊嚴是假改革 因為今天 各位老師 不能主棄的工會 所以剛剛的教評會 我們被教長的意志 踩在腳下 我要問 今天 馬政府重啟的第二個改革 今天教師如果不滿你們的改革 你們可以霸風嗎 不可以 所以要講 人權力壞的馬總統 在教師人權上 在教師的組織 集體的環節權上 已經不及格 我派站在今天 談第二個改革 要談年金改革的修法 要問 今天你們的 爛改革這件事情 他會收回去嗎 不會 因為力量不夠大 勞工在去年10月到今年5月 四次上街頭 丟了極探 有多少的理事長們身上有刑案 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只是溫和地站在這裡 用理性的訴求 告訴他爛改革的內容 是沒有用的 所以 教師工會 我們也結合其他的勞工團體 勞工運動的朋友 一起希望 吹聲 要由下而上的真改革 什麼叫真改革 我想請問各位 這是年金修法的問題 你們覺得委屈嗎 委屈 你們覺得是勞保 因為虧損 波及到你們嗎 不是 所以 要問政府總體財政分配 如此不公 我們認為 勞工朋友今天 也不是反對改革 但是今天 政府遇到資方 就轉換 遇到公教 就說你們是鐵票 勞工深深不滿 所以今天在這裡 跟大家一起生氣 但是要問 勞工朋友 希望 政府的財政 如果不改革 只拿軍公教的 這個虧損 來叫大家 繼續下一代 補上一代 叫這些老公人 這些老的退休老師 說我對不起下一代 就是政府對我們 不仁不義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求 火大聯盟 特別主張 在堅持修法的時候 一定要在稅改上面 大力的改革 第一個 有關 遺產證與稅 馬政府從40%降到10% 這是多麼的不仁不義 第二個 一定是也所得稅 從25%降到17% 國家財政是因為這樣 而無法之義 不是我們這些老工人 這些老老師 領得太多 可是要問 今天 政府說是先找弱勢開刀 先找勞工開刀 所以今天 如果各位談的真改革 願意在財稅上面 願意在政府的這個不作為上面 對於這些企業家 對財團 應該要曝出來的社會福利資源 他們如果不做 我們都能拒絕這種假改革的方案 請問今天 有多少年輕老師站在這裡 有多少年輕的家長 一起跟老師們上街頭 為什麼要站出來 大家都說 世代越來越不公 但是只檢討勞保 軍公教保 是不夠的 所以希望 站在這裡的老師們 如果是改革的先鋒 請跟其他的勞工團體一起 今年 希望在稅的部分 能夠有所改進 希望在勞保 政府的撥補部分 我們要求要有獨立的稅源 過去公保 因為十年來政府有撥補 所以呢 稍微沒有那麼大的風險 勞保這一次 勞工團體說 政府的撥補要從稅源來 政府說 那你們調高保費 你們慢慢的 腳多 臨少 嚴退 難道不好嗎 如果事事都是這樣子 這個政府 不要也罷 對吧 各位老師 心裡面 有苦難言 有些話 你們都講不出來 什麼三字經 什麼爛 你們都喊不出來 我想我們今天 不需要在這裡 逞口舌之勇 要講的是 今天過後 我們準備 跟其他更弱的勞工 站在一起嗎 我們準備 我們也為私校老師 沒有公保的這種好處 也沒有勞保的利益 我們願意為私校老師 讓他們先退一保嗎 願意 好所以 不是勞教相挺 我們希望公教團結 我們希望 車拼車拼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在最後一位 上台之前 我要補充 我們今天 公務人員協會 也到我們的現場 陳春青老師也有來 陳春青 理事長也有來 那我們現在場地 本來只有八個車道 我們現在兩堂也滿了 人行道也滿了 我們的警服們 往左往右都拐過去了 各位老師 你們絕對不孤單 接著我要請高校公會的陳正亮秘書長 來跟各位打氣 也是今天的鴨蟲 各位老師的勞動者大家好 我是一個大學的老師 是在私校裡面工作 在這一波的所謂改革當中 國民黨提出來的改革方案 有非常非常多的缺點 第一個 針對公立學校裡面的老師 在退休的時候 把他分別對待 差別對待 製造階級矛盾 教授要退休讓他乘以2 不教授要退休讓他乘以1.9 處理教授要退休乘以1.8 他明明在原來他的基數上 已經因為他的質別而有所差別了 就是他的本性是不一樣了 可是 他又特別製造了這樣的階級差異 我們反對這樣的一個做法 針對私校老師的部分 我們知道 在民國99年的時候 立法院已經通過戶代權益了 不是轉成老保年金化 就是在公保裡面自己年金化 到現在 沒有兌現任何的承諾 私校老師 剛剛有私校老師講 是非常的可憐 現在啊 有些大學 他為了提早因應少子化的衝擊 已經開始在解雇私校的老師了 有一所學校 從3月以來 大學老師100多個沒有領到半毛錢 學校跟他說 除非9月有學生進來 我才會付薪水給你 這是現在正在發生的解雇的狀況 學校要逼退老師啊 這些私校的老師 一旦被逼退之後 有沒有勞保的退休 有沒有勞保的失業給付 也沒有 其實他什麼都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私校的老師是年金的孤兒 高教工會 裡頭的老師 跟大家站在一起 提出了這兩個訴求 第一個 不要製造階級差異 第二個 私校要有保障 謝謝大家 謝謝 現在各位跟我喊一致齁 我喊受僱者 大家喊大團結 我們一定要大團結 讓這個 多烈的政府 傲慢的政府 假改革的政府 聽清楚 我們所有的受僱者會大團結齁 各位老師 我要喊受僱者 各位跟我們台上的勞工朋友們 其實我們也是勞工啦 沒有這麼分啦齁 叫做受僱者 大團結齁 來跟著我喊齁 受僱者 大團結 受僱者 大團結 謝謝 謝謝 請各位給我們台上的鼓勵 謝謝 謝謝